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全球的分析家们觉得很吃惊 就有点不知道如何 但是政治是政治了 他们很快就做出了一个自己认为的一种分析 又作为被主流媒体称为极右的国家民族党 就是这位女士所代表的整个党派 成为了在议会中三党 就后来进行博弈的投票的三党当中的最少的席位 140多账票 他都输给了马克龙 马克龙大概150多账票 而这个左派得了180多账票 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议会过半数 但是马克龙跟左派是比较靠近 所以就把右派的整个保守派的势力 就从议会中 就等于从这个政府的阻隔中就给挤出来 所以整个保守派的党派的势力 没有资格进入今天的联邦政府 他应该是由两党组成的政府 马克龙坚决不辞职 他要干到2027年 所以换句话说 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 保守的势力上来的背景之下 紧急进行这个法国大选 法国的议会选举成功了 这咱坦白讲就是表现成功了 所以这就是整个选举的结果 而选举结果的本身的背景 最令人惊艳就是惊叹 在整个法国 保守派占领了所有法国的 除巴黎之外的所有地区 只有大巴黎 被左派跟马克龙的势力所占据 而法国的其他地方 全都有愿意回归国家的民族的保守 但是在保守派的党派获得了37%左右的选票的背景之下 议会却输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感慨 那议会为什么输掉 我想它大概的概念就是有点像 有点像美国的众议院的选举的概念是一样的 在一定人群一定数量的人群当中 那他就会选举一个议会的议员 在大巴黎地区呢 左派采取了一个方式 有点像田击赛马 很像田击赛马 有些朋友可能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战国时期是齐国是卫国 田击大臣还是宰相 细节我也记不住 我历史中文都不好 他大概跟别人赛马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策略上的东西 跟另外一个人赛马 双方各出三匹马 这三匹马当中呢 有最快的 有中等的 有慢的 三匹马 那这样的话 最快跟最快 中等对中等 慢跟慢的 大家都 伯仲之间 很难说如何 结果后来田击想了个办法 用自己最慢的马 去跟对方最快的马进行比赛 那就输掉了 对不对 舍不了孩子 孩子套不着狼 就这个意思 他就把输掉了最后的 输掉了一个 但是呢 到了中间的 这个跑的中等的速度的时候 用自己最快的马 那慢的 对方是慢的马的时候 用自己中等的马 所以田击就2比1获胜 很像这个 这个和他的核心就是放弃 有限度的放弃 取得整盘的胜利 左派放弃了200名 这个议会竞选的人 那200名议会竞选的人里面 可能就出现了一些 即使都是左派势力的 那他也会有着一种 利益上的就是争执 就是不同观点争执 有些人喜欢他 有些人不喜欢他 所以就把这些抛弃了 在他们认为不可能获胜 很略等的 但又分散了一些选票的 这些人 分散了选票 或者说 使得左派没有那么团结 那让那些人主动退掉 他退掉之后呢 人们总个左派的投票的那种 那种心头呢 就集中了 很显然保守派一方的 没有意识到他的 他的做法 或者说太狂妄了 从政治上分析呢 右派的势力比较狂妄 就是在他们第一次出选的时候 他获得了32%是34% 超过了左派是28% 所以他认为已经完全可以获胜了 所以在昨天晚上的第二轮投票 最后一轮投票的时候 那右派的这个大本营里面 已经放满了香槟 所有东西都放满 他们肯定获胜了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说打嘴巴 在他初选获胜之后 在迎接二选的时候 他们就讲出了很多 没必要的强硬的话 没必要的权硬的话 就是完全回归保守的概念 蛮奇怪的 这个民族的概念 保守的概念的人都非常的大嘴巴 都非常大嘴巴 没有走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使得他们获胜 使得他们走向了一定程度 当他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今天的人太败落了 咱坦白说 道德的角度来讲 太败落 太太衰败 当你到太败落 太衰败的时候 一旦 你在政治层面上 走向很很极端 被他们成为很极端 很强硬 很直白的时候 会有一批中间的 就是可这可那的人 会有一批人倒 离开 说这个人太 土马之 对不对 你太过分 什么东西都得 都得留点缝 这是今天很多人的态度 当你一旦过分的时候 他就这样 所以在 在昨天巴黎出现动荡 我一会儿跟大家展示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视频 在出现动荡的时候 庆祝左派获胜的时候 在巴黎的广场上 充满了巴勒斯坦的旗帜 而右派的概念呢 就是一个非常的拒绝 非常的拒绝所有移民 就是清剿所有移民 所以他的愿望 他的说法激怒了一些中间的 这是政治上的说法 但他的结果 客观的结果就是 今天人们 希望自己能够很欲望 希望自己很欲望 希望自己很自由 那至于说民族的理念 这些理念 OK 没错 但是跟我没关系 所以他就表现出 很特别很特别的故事 就是在保守派的势力 占据了整个巴黎的背景之下 他却输掉了大选 输掉了 而且在满盘都是 都是可以能够 很具有标志的背景之下 输掉了大选 他这个位置很可能是在凯亚的领导 这个香势力大刀的另外一头 香势力大刀一头是凯旋门 另外一头呢 我不知道那叫 那是谁的雕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拿夫伦的雕像 大概是在那边 那边再往下呢 就是他的一些博物馆 所以这是昨天晚上的 在他现场有很多巴勒斯坦旗帜 那跟警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这是他获胜之后的一种表达吧 只能这么讲 那这个呢 就是 这个就是上街头就烧了 就是烧一些 反正他碰见什么就烧什么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了 这是警察 警察跟抗议的人直接发生冲突 在这个巴黎的街区里面 这是一个小的街区里面 因为在香势力大道呢 旁边大概就一个建筑物 就是一个旁边就小街区小街区 这就是冲突了 这个图就是很标志的一个图 这是整个巴黎 整个法国 你看到的蓝色的就是保守派获胜 然后你看到的中间 只有中间这一块 大巴黎这一块输了 可能红色的就是 左派势力 这个白色的应该是马克龙 可能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出现了 我以为就是很有趣 就是所谓的民主选举呢 被一些人很聪明的利用 那正常的民主选举应该是正常民主选举 人们在绞尽脑汁能够获得党派胜利 在今天的角度无可厚非 无可厚非 但它所带来的这种整个的摧残 对美国社会的 对这个法国社会的摧残 和整个文化的摧残 这就产生了很绝对很绝对的故事 那这种摧残的故事呢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图 这是在推特上很著名的 今天很多的一张图 法国人自己把自己干掉了 对吧 法国人自己把自己干掉了 就是红色的力量 应该是自由派 然后插进了白色的东西 然后把整个蓝色就给毁掉 大概我看起来是这样 白色代表马克龙 这个红色蓝色代表保守派 那这就是今天的法国 所以它自己的整个这个漫画标题 就是这样 法国离灭亡只差最后一步 灭亡 那它就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 这种很诡异的现象的出现了 我以为代表着欧洲文明的 故事 整个法国在欧洲文明中的故事 在 它是共产主义的摇篮 巴黎 那巴黎公社也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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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也好 我们看到都是巴黎 然后到了19世纪 在 在法国的艺术 主要是以漫画 以这个绘画为突出的艺术 完全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 完全颠覆 而这个 但是呢 在文艺复兴当中的三节 就是画那个 蒙尼傻那个人 他居住在巴黎 其实 所以他就本身在文艺复兴的三节当中 米开朗基罗 为代表的一种神性 那位画蒙尼傻的那个人呢 他其实代表相当的模型 我眼睛里 我记得我跟朋友介绍过 你到这个伦敦 伦敦国家博物馆吧 有他的一幅手机画 结果伦敦在他那份手机的素描画当中 你进去 你到他那个小单尖里头 给你感到就是 像地狱一样的阴森 那即使你在威尼斯的这个 威尼斯的 那叫什么庙 什么教堂 他的黄金风格那幅手稿 那是在一个lighter size 一组lighter size 画的 就是黄金风格 那你进到那里面看 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 也是阴森森的感觉 那是就是博物馆就这么给他设计 那那现代人也都这么理解 而他桥距在巴黎 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我个人觉得很有趣 而米开朗基罗几乎他的一生就在 这个意大利 所以他就这么衍生 可能有朋友不一定相信了 他这么衍生过来 法国民族扮演了他的角色 而巴黎的辉煌 是辉煌跟他的完整性 又是其他欧洲国家难以伦比的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欧洲传统的文明在这里头被他们一手干掉 完全只要一杂 只要一杂种一杂交就全完了 全完完全全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也就是杂种杂交的全完 是指这个民族的灵性跟灵魂 而人们去追逐这东西 是指人们的欲望的自由的满足的追求 而法国人就这个 你看法国电影人演什么 对吧 所以就是那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 你可以在政治层面 有它政治层面的一个理由 被人家玩了 所以这个保守派说 保守派的说法就是 被阴谋的联盟给设计了 但是呢 法国人们就这么看 咱换个角度说 居住在巴黎地区的这些选民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些什么人 它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人 它的单纯程度 远远比不了法国其他任何地区 它的复杂程度 甚至在世界上可能数一数二 太多的选民不知道自己的来处 他的爹娘 他的家乡 太多的选民不知道他的生命的归属 那很多可能就是从法国其他地区涌向巴黎 年轻人 那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 这是一种 我觉得就像这幅画 一种真正民族的衰败 但这是命运 代表着命运的另外一点 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的社会 无论保守派势力多大 其实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能拯救自己 因为你透过现在的民主制度 法制制度跟的国会制度 也就他无以能够整治 法律的本身 已经有法律的本身 跟民主制度的缺憾 最大可能的放纵人的恶的一面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这没有什么对错的 这是相声相克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